79岁冷漠老爷爷在无人小岛生活29年,最近他突然公开小岛上美照一息爆红全球。 意大利这位79岁的老爷爷莫兰迪,从小就叛逆,年轻时常常参加社运的他,最后因为不愿看到纷争与冲突渐渐淡出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为了远离沉宵,莫兰迪老了以后一个人搬到一座名为名为不得利岛,isle of beauty 的小岛上居住,这一住就是29年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莫兰迪一起年轻时充满热血,叛逆精神的自己,他说道:"我开始思考远离这个充斥金钱与权力的社会。 1968年时,莫兰迪是一位充满暴富的抗议分子,但后来他开始厌倦战争与武器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于是1989年开始,他就一个人静静地住在这座美丽,却也孤独地无人小岛。 直到最近,莫兰迪突然有感单独享受这片美景好像太自私了。 于是他开始使用网络,注册IG,脸书和推特账号后,莫兰迪把在这里生活的照片分享到网络上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没想到这个举动,让他意外成为IG上的网络红人。 大家都被这片毫无污染,没得不可思议的小岛所震慑住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当年莫兰迪来到位于意大利马达兰娜群岛, Map Manor Archipelago 的不得利岛时, 还刚好碰到岛上管理员的退休, 于是他便义不容辞,顺势接下了管理员的工作, 展开在不得利岛的独居生活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一开始,莫兰迪只想静静一个人享受美景, 拥抱孤独,各些冷漠孤僻的他也从不和这里的游客往来, 总是冷漠的避开。 独居生活29年后,他透过网络与世界接轨, 并燃起一股必须让世人看见不得利岛的美的使命感。 莫兰迪表示,使用网络让他的视野更开阔, 他也希望能让更多人集由这些照片学会尊重与保护大自然。 他神深爱上这座岛,不同季节,不同时刻, 这座岛向他展现不同的天光,不同的暮色, 一次次用不同的美聊于莫兰迪僵硬冰冷的心。 如今,莫兰迪成了网络上的红人, 他的IG短时间就达到1.2万人追踪。 不知不觉中,莫兰迪封闭,冷傲的心灵被大自然的美景所疗愈, 现在的他乐于向世人分享这片壮阔的天地。 不得利岛上的美景让人撼动, 这里随时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。 莫兰迪欣然地说,很开心自己的照片受到大家的喜爱, 这可以帮助大众欣赏美丽的事物,从而尊重和保护自然。 真的是美北令人震撼。 快把这片美景,分享出去疗愈更多人的身心吧! 我们下期再见!